你看好可爱的小白花 这是接骨草的花 你认识吗 我身后有一片接骨草 大家一起来看看 现在在我面前的这一片 就是接骨草了 它是眼东科接骨牧鼠的一种大草本植物 有些地方也叫它露荫 巴林麻等等 因为它适应性比较强 对气候的要求也不高 所以在我们农村地区的丛林 沟边草丛等等都有分布 你看这是它的金杆 分布有很多树林条 一节一节的 而它的叶子呢 是这种羽状腹叶的拖叶叶状 呈对生或者互生的狭卵形 叶子边缘有明显的不规则 据此叶脉明显 那么关于接骨草啊 还有一个故事 据说啊 以前有个人在山上看到了一只蜈蚣 他怕蜈蚣咬它 然后呢就把蜈蚣长成了两半 就在这时候呢 他发现断了两半的蜈蚣 就是会动那节啊 他就去叼了这种草 然后把这种草的枝叶涂在身上 诶 不久蜈蚣居然痊愈了 然后呢 他就摘了这种草 拿回家后 把自己家养的鸡的腿给打断了 然后再包上这个节骨草 诶 发现还真管用呢 当然这也只是个传说哈 古话说的好 打的地上爬 只怕巴林麻 那么说的就是这个节骨草啊 您认识了吗 关注小满 带你了解更多有趣的植物